你好 大家好 我在旁邊 紙清楚人員登門拜訪 家人一臉茫然 完全不知道 房子即將要被查封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動作 就是我們要貼查封 好端端的 怎麼房子會被貼上封條 原來就是因為屋主 李姓男子酒駕害的 他是什麼時候酒駕 1110年 去年 他關出來之後 又有了 又酒駕一次 李姓男子酒駕出獄後 又因無罩駕駛被抓到 他據測 前後加起來 欠了22萬元的罰款 他耍賴不繳 名下也沒有存款薪資 只能直接查封房子 房子要被查封 罪魁禍首又不在 屋主太太急的哭了出來 同樣是酒駕據測 又不繳錢的 徐姓男子則是面對 愛扯被查扣的命運 我們不要查封車輛 現在嗎 對 現在 徐姓男子從108年開始 包含五兆超速酒駕在內 累計共有17件的違規 21萬多元沒繳 查明工作也沒存款 名下就兩部名車 執行署決定查扣 徐姓男子人不在 家人不停向執法人員求情 要求要分期付款 還直接到超商領錢 幫忙繳納部分的罰金 並承諾會再以約束 才保住愛車 這位黃巷負山景 陳台中採訪報導 11月10號凌晨 台南雪甲區議員服務處光電廠 狂轟88箱 41天還沒完全破案 台南超過台中成為慶祭之都代名詞 才過一個月 竟然又傳出另一位議員 同心也沒有 然後蜘蛛網站也都沒有啊 2樓玻璃窗出現原型孔洞 和放射裝裂痕 就在20號凌晨警報器大響 六甲區民進黨市議員吳通龍服務處 難道也被開槍了嗎 也沒有跟人家學院 替主要跟他打不住 我跟他拚來拚來 很確定的是排除槍擊 槍擊的刑案 但就在民進黨19號甲級動員 模擬議長投票後不到一天 20號就發生窗戶破損事件 雖然排除開槍 但距離25號議長選舉 只有五天兩者有關聯嗎 那外界的質疑是認為說 這跟政務議長跑掉 老實說議員人人思維 說實在你說我不怕 我也真的蠻怕的 我不至於這麼想啦 議長跟他說 我敢是需要誰付 我也認為說我沒有必要啊 議長投票前敏感時機鏈 和現任議長友好議員服務處 窗戶破裂 警方調閱監視器 目前沒有查到可疑市政和人員 還在擴大整半鐘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談談報道 為了閃避警車竟然摔傷了 這次在發生在台北市萬華 龍山所的張姓警員 從萬華分局要前往 台北市第二殯儀館協助報宴 警車離開停車場的時候 有一位靈性騎士經過當場摔車 這位69歲的靈性騎士 經過了萬華警分局停車場出口 看到警車出來 閃避的時候就不小心打滑 導致左肩跟胸部疼痛 幸虧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警方表示兩輛車沒有碰撞 現場也完成了製作筆錄 肇事原因還在釐清當中 昨天下午三點多 新北市英哥新三元市場 發生了一起火警 有一位位性攤販使用完喷燈之後 隨手將瓦斯罐放在炉火旁邊 怎料瓦斯罐竟然漏氣了 瞬間引爆火事 我們帶你看到當時警銷 趕到現場覆面殘火 攤位部分已經被燒黑 50歲的位性攤傷全身上 還有15%的二度燒燙傷 疑似因為沒有發現 喷燈瓦斯罐漏氣 使用完之後 隨手放到炉火旁邊 才會引發爆炸起火 幸好緊急送醫救治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白色自小科駕駛 自稱警察要男子一起去五分局 但聽到對方要報案 瞬間落跑 自稱是第五分局刑事組的 開著民用車 車頂上裝著警燈 穿著刑警背心 這邊有個LOGO 裝得有模有樣的 白色自小科明顯不是警車 但卻在路邊攔查男子 行徑很詭異 被識破 所以叫他同事過來 給我開什麼公共危險 所以單子 結果被我識破以後 我說我要打電話報警 假警察聽到真警察要來 當然先開溜 警方接獲報案 如果冒充公務員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台南民眾要小心假警察 而高雄岡山民眾恐怕要小心 這名男子一頭白髮穿著大外套 在馬路流竄 看到人就湊過去開口要錢 要不到錢怒標粗口 被害女子說這個人胸前疑似 有把美工刀真的好可怕 直接走掉的話 他也不會拿你怎麼樣 如果你理他的話 就是變成說讓他有機可蹭 先離開 然後再報警 社團看到提醒文網友留言 有刀真的很可怕 這種騙法二十年前就有碰到 想要錢扯一堆理由 有刀的話 我會給他錢留住小命 隨機借錢還疑似藏刀 讓附近民眾人心惶惶 記者談談高雄 總報導